你这个F1C和P1的F1C和P2的F1C都调用的是同一个函数实例 那它内部怎么去做区分的 它内部是怎么可以区分的 我能区分你是P调的还是P2调的 这个时候呢 它有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通过一个指针叫Z字 指针来进行区分 那这个Z字指针到底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讲义上面说的 怎么说 Z字指针 在这 Z字指针工作原理我们说了 每一个对象它身上只包含了一些数据 只包含它自身的一些数据 里面数据数据 刚才咱们写了非境态的数据 是属于对象 那它的方法 它会写到一个叫公共的一个函数代码中 那么所以它的方法只会诞生出来这么一份函数例 那怎么去区分呢 它是有通过一个叫Z字指针来进行区分的 Z字指针是指向什么地方的呢 照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要把它理解了 你就明白Z字指针指向的是哪了 Z字指针指向 这张 指针指向被调用的成员函数所属的对象 哇 这句话太绕了 是吧 好 我们来过来看一眼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再来一个Void TST02 就按刚才的方式来写 是吧 我说了person P1 P1能调FUNC FUNC是咱们上面刚写的一个这种普通的成员函数 再来一个person P2 然后P2也调用FUNC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刚才这儿有一句话很重要 说了 Z字指针指向被调用的成员函数 好 被调用 咱们这儿谁是被调用的成员函数 FUNC是被调用的成员函数 对吧 被调用的成员函数 所属的对象 所属对象呢 他谁调他呀 P1调他 是吧 那他指向的是谁啊 Z字指针 就指向了P1 对吧 那么他其实就是把这个P呀 放到这个成员函数里了 那相当于这个成员函数里放的时候呢 会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隐藏的 叫Portum 就是这么一个指针 但是这个指针呢 我们是看不到的 是编译器默认 偷偷的给我加上去的 就是所有的普通成员函数里边 都会加这么一个指针 那这块我写一下 这个写到哪呢 写到下边吧 就比如这儿诈过来 这个编译器 会 偷偷 这个加入一个 Z字指针 就是这么一个类型 这么一个类型 当然这个类型是我说的是 针对于这个案例里边 是Portum类型 对吧 那咱们要是其他类呢 就是其他类类型 然后加一个形成Z字 那传入到你的这个方痕中 好 那么这个Z字 我传的这里边传的Z字 其实我就把P 是不是传进去了 对吧 把P的这个指针传进去了 传进去之后 它就是不是在这里边 就能区分出来了 是不是就能区分这个P 因为我们说 它指向的是你所属的对象 那P 其实这个指针Z字 是不是指向的是P 对吧 那么掉在这里边 它是不是就能认识这个P 对吧 那么P R同样 P R同理 你P R掉到它的时候 P R是不是把P R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地址 给扔进去了 其实它相当于传了 一个自己的地址 进去 对吧 把自己的P R 合进去了 那么把P R 合进去之后 那这里边呢 是不是刚 也刚才跟一样 有一个Person 先Z字 扔进去了 那是不是 其实这个Z字 指向的是P 对吧 我们现在要了解 这个Z字 是指向了谁 说白了一点 Z字就是指向 谁调用这个 谁调用方法 就指向谁 P掉它了 那这个Z字指向P 那P P掉F Z字指向P 自己呢 有自己的一个Z字指针 好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接着玩家看 Z字指针呢 是隐含在成员对象的一种指针 我们是根本看不到它了 只要你对象这个创建好了 掉了这个成员函数了 每一个成员函数都会自动的生成一个Z字指针 这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来保存那个对象的地址 好 虽然我们没有写 但是呢 它会编辑 在编译时候给我们就加上了 好 然后这个Z字指针也叫什么呢 指向本对象的指针 就是指向自己的东西 好 然后下边有一个结论 这写了一句 Z字指针永远指向当前的对象 永远就是谁 谁 这个谁掉了前方 他指向谁 就永远只能指向自己 不能指向别人 那其实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不是加了一个KONS的修饰 KONS是不是就不允许 让你再指向别人了 对吧 其实你是有一个KONS在修饰它 不让你去指向别人 永远都指向当前的对象 那么它呢 是一个隐含的一个指针 然后隐含在每一个非静态的成员中 下边是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然后这句话记住 它隐含的是 每个类的非静态成员 静态成员 静态成员是不是要 静态成员函数还记得它的这个特性啊 特点 大家是不是都在共享数据啊 那么共享数据 其实它就没必要去区分于谁是谁了 而且静态的成员函数能访问普通的成员变量吗 不能是吧 它只能访问这个静态的成员变量 所以说我们 它只有这个非静态成员函数里边才有这 静态成员里边没有这次 好 下面来看一下工作原理 你就知道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有这次 什么时候没意思 这次吧 这个里边 这个两边的图呢 左边是一个正常的代码 右边呢 是编辑器给你转换后的一些代码 那么看过来 我们一点点去看 首先这个class啊 其实它默认的也会给你改成了这个struck啊 因为底层呢 其实咱们都是一开始都没有class这个东西啊 然后后边test 它在一个test的这个A 印成一个A 这叫成员 函数 成员函数在做的时候 它会给你加一个test 其实是Pz 这个z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z指针 那么这个z指针呢 就可以指向你 比如说你ma等于a 那它写的就是pz的ma等于a 等于这个i 就这样我们传的诗i 是吧 它等于i 那么这个a是啥呢 mcA是啥呢 是我的一个 这是一个我的成员的 呃 成员的编量 成员编量 你就我这个当你写上z 这个呃 当你传一个呃 ma等于a的时候 它会给你改成z的mg等于这个i 明白了啊 那如果要是成员的方法 成员方法 做区分 因为它没必要区分 都是数据共享 是吧 哎 非静态的话 它就给你加一个z指针 那么这个就是z指针的一个原理啊 下边是它的一个使用 使用呢 就是来进行一个区分的 好 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下z指针的如何使用 是吧 这块我们再来创一个项目 再了解一下z指针啊 05z指针的使用 再来看一下有z和没z有什么样区别是吧 有的同学在写代码的时候 通常会碰到 之前咱们就有同学碰到一个问题 是吧 其实写了这个出问题了 那给我叫上去了 我一看啊 就是因为咱们没学z 所以说呢 它导致了有一个问题 好 那么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一个class p啊 personate 那么personate里边呢 我来一个数据成员叫 叫age成员 这个成员 好 那么下边呢 我呢 再来一个public的勾造 勾造里写person 来个有参勾造 印它一个age 那我这几个age就等于age 好 你能看出来我这写的是什么吗 是不是当我可以这个写一个来个外的 来个type pst01 我现在可以就写一个person了 personate 是吧 那么 我这是不是还要一个 只有一个有参的呀 那我说再传一个 随便传一个十岁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现在就可以say out一下吧 p1 年龄 p1 给什么p1 假然age 是不是就行了 请问现在这个 是十岁吗 是十岁 是吧 最喜欢你们这种挖了空就挖了手 好 看这个数字 p的年龄呢 是这么一个数啊 那么之前也有同学这个粉级过是吧 也写挑战乱挑挺爽 发音行就出这个问题了啊 然后这出了一个数 老师这个怎么回事 我那个我都能看懂是吧 这个代码都给我自己写的 我都看懂了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就不对是吧 那你是能看得懂 你传了一个age进去给搁进去了 然后这个age属于他对吧 所以这个属于他 这个也是属于他 那编译器是什么 编译器你全叫age 好像 而且你看啊 其实我在这块加深了以后 这个我把这个鼠标往上一搁 他的这个编译器啊 自己就会加深 是不是这三个加深呀 他认为他这三个是同一个东西 你发现了吗 哎 你点这个时候呢 他不会认为它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块 他每一块区分这个age 到底是 是不是你这个age 他认为你这个age 是你传进来的 所以导致了我刚才复值 给年龄复值的时候 没有复值成功 那一般我去敲带码 我是不是都喜欢加一M下落线 是吧 哎 做这个明明这个区分 但有个同学不习惯这种做 有的时候我看很多同学这个错误 就是因为他不喜欢啊 做这种区分的操作 那么导致了就刚才出现 会出现我这样的问题 那怎么去区分它呢 哎 我们这里边他会默认啊 扔一个z子进来 是吧 扔一个z子进来 那其实就可以这个z子 来箭头 因为z子是一个指针啊 z子是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 是不是要箭头上的房子属性啊 是吧 哎 然后啊 这块我们看啊 当你调用这个p1的这个方法的时候 p1的这个方法 那相当于调了这个 它的构造函数是吧 它会默认的 偷偷的加一个person p1 还是person 星z子 搁进去 搁进去 那么这个z子呢 刚才我们说了 它指向 永远指向你调用的这个对象 那它是不是指向你p1啊 是吧 那其实它是不是在给p1的年龄复为你传进来的这个年龄 对吧 哎 这时候我们知道z子什么时候用它啊 首先z子的一个用法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命名冲突啊 当然这个是前提是有的程序员喜欢这么做是吧 那么第一个啊z子可以解决命名冲突 你发现这个我这块刚才不加了z子它区分不了 好 现在加上z子再来运行p的年龄是吧 我们看一下它的年龄 现在变成了10岁 那说明啊 确实我这个编辑器现在知道 这个z子一直啊 你看我现在点关键是不是就这两个都加深了 颜色是吧 哎 他们两个是属一个 然后这两个呢 是属一个啊 他就可以认识了 这是这次指针的一种使用方式啊 那么呃 其他的使用方式 比如说我这个来一个两个年 两个人的这个年龄对比一下 不是吧 哎 来一下这个啊 对比两个年龄啊 对比年龄 好 对比年龄 我再来compare 来wall c-o-m-p-a-i compare 如果你想对比一个年龄啊 我们通常会 是不是要跟传进来一个person啊 传一个person按的 然后来个p啊 好 那么咱们写啊 如果 如果咱们的 呃 这个age是吧 通常我们会写 以后啊 就会加这个z子啊 然后写这个age 啊 等等于啊 p.age 我们就认为呢 这两个人的年龄相等 是吧 不要 年龄 相等 好 那l呢 就不等 l 年龄不等 好 那其实这个z子呢 你默认啊 其实是不加也可以的 你知道 呃 这个如果我在类内啊 直接去不写这个z子 他会默认 偷偷的给你去加这个z子 比如说我这块不写这个z子 他还是可以区分的 因为你这个p上边 是不是 他知道这个是这个啊 对吧 那age呢 他也认为是这个 对吧 那他是可以区分的 但是默认 其实啊 他都默认 统统给你加上这个z子的 啊 加上这个z子 好 那下边呢 我们这个再试一下 是吧 再来一个person p.person p.r 也来个十岁 是吧 然后呢 咱们把p.1呢 调一下它的compareage 把p.r传进去 好 这时候他应该打印的是 相等的年龄 是吧 他们两个年龄相等 啊 年龄相等啊 好 打印完了啊 打完之后 这是属于啊 我们的一种常用的种方式 就是在这里边区分 我一般来说 自己写代码都喜欢加z子 因为我想知道 z子啊 就是我当前 只向我当前对象的一个属性 啊 不加z子呢 有时候自己看上去 很别扭啊 很别扭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使用方式啊 在这个角高端一点 如果是年龄 相加 相加 比如说我这个人呢 呃 传任一个人呢 让我们让加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年龄给加起来 啊 加起来 来一个 这个age plus吧 p.r.u.s plusage 然后来一个person 按的 虽然没有这么玩的 是吧 但咱们也来一个这个person plusage 是吧 比如我一掉这个方法呢 我就把这个人的身上的年龄 加到我身上 啊 那就是说我 我把年龄加起来 是吧 加起来呢 就z子 p.h 加 等于 p.h 好 那下面呢 我来一个年龄相加啊 p.1 我把p.2的年龄给它吸收掉啊 p.p.啊 不是叫它是吧 点啊 这个plusage 把p.2搁进去 好 搁进去之后 我再打一下p.1的年龄 多大了 啊 原来是10岁 是吧 又加了10岁 那应该是20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p.1的年龄是20了啊 就可能加了10岁啊 那写这个案例跟刚才一样 对吧 没什么新型的地方 好 我再来个新型的地方 比如我加了这个10岁以后 不爽 我干嘛呢 再来个 点 p.l.us plusage 你见过这样的写法吗 我这个东西啊 想这个点 这个做完想法以后 我想接着往后加东西 就其实像Cout 你看Cout 我去输出一个东西之后 我还可以接着往后 拼接啊 是吧 接着用这种方式去拼接 但是我这个东西 可以现在可以这么做吗 肯定是不能了 你这编辑都搞错了 是吧 好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p.l.us plusage pr它反回了 是个啥 反回了一个 过来的 是吧 我带着plusage 反回过来 那你想刚才像这样的做法的话 你是不是要把p.l.us 这个对象再反回来 对吧 那么我们说了 之前学了一个 这个 知识点 说了什么情况下 我们的函数交用 可以作为左直 返回移用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 变成一个左直啊 那现在这个返回值 我现在要修改成什么呢 person 按的 返回移用 是不是可以做左直啊 好 那下面返回啥 返回我是不是要返回的pe啊 对吧 我要把这个东西返回回来 还是pe 相当于我 这块 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 pe 然后.plusage 是吧 我要这么做它 那这个pe怎么返回 认识啥呢 认识 认识这次就行了吗 这次是 person的这个对象吗 person 这次是一个指针 对吧 这个是实质 是吧 那我要干嘛 行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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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向 直向 本体 对向的 本体 好 这样知道 行这次到底是个啥东西 对吧 我认识 那现在是相当于我pe.plusage之后 它返回的是不是还是一个pe 然后接着往后调这个plusage 那我是不是后边可以无限的再调classage 是不是可以无限的这么调 对不对 这种方式呢 这种变成方式思想的叫链式 链式变成 就是你在这块可以像一个链条似的一直往后这么去追加这个代码 但是呢 就追加到你的需求为止 是吧 你比如说就加三个就行了 你不要就接我把你加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pe.plusage这个欠的它多大了 加了三十吧 十加十加十 四十了 是吧 四十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一天写之后 pe的年龄是四十了 那么这个案例啊 这刚才写的案例主要是让你理解 searless是一个什么东西 z一直指向 永远指向你当前的对象 那么对它取星呢 就是你的指向你本身的本体了 明白了吧 好 那么下边我们来总结一下 z指针的一个实用 这次指针呢 它呢 有一个叫法 就是它永远都指向你当前的这个对象 是吧 这个指针永远都永远指向当前对象 它不会去指向别人 它永远都指向你这个指向 这个指向 是 向 啊 当前的对象啊 这是第一点 它有一个概念啊 那么第二点呢 z使用的时候 它是为了解决你的一些命名上的冲突啊 解决命名的冲突 有的人呢 喜欢这个名啊 传的参数名和我的这个属性名一样 那么这时候如果你想做区分 就用z可以区分掉啊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呃 如果你要想这个返回你返回你的实体 是吧 那就返回星z i 指向 指的 指向 向 呃 对象的本体啊 本体 好 这就是我们这次指针的一个使用方式啊 好 那么把这段 我们进一个保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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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